哲瑩 我自己本身選包包 其實就一定會挑經典 因為如果太花俏或 不適合妳的外型 太季節性 我可能就會覺得我用不久 所以我就會選比較 真的比較classic 然後這個是我最近 最喜歡背的包 因為我就覺得它 很好看 頹廢也好搭 然後如果穿正式一點也好搭 然後再來就是我很喜歡這個包 因為我覺得它算好 也算好搭 好經典 這也是 然後我還特別去買了一個小的 因為可以把它掛在前面 然後有時候撈鑰匙撈不到 我就會把它放在這邊 就是比較也不會刮到裡面的包包 然後這個是 這個好可愛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小香 然後我為什麼會買它 是因為有一次 它是小香 不是 有一次跟老公去新加坡 然後它小丸有贏一點點小香 然後剛好那一季是小香的Casino 就是贏了以後的贈品 就是Casino的 那一季的 然後它剛好就有一些 就是跟Casino有關的 有小東西 對 然後有羅盤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好有紀念價值 所以妳老公就叫妳看到這包 不要忘記這是她的手機好拿到的 對 小禮 以後妳就不要再管它了 然後這個就是 我覺得它這個就是 也是穿破褲或什麼時候 反而要背 破褲好看 一點點華麗的東西 讓它有一支衝突的 但如果你穿這個 你配上如果是靴子的話 也會很好看 對 就變個性了 同一套衣服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包 剛好都有明星 有 杯 真的很好看 就一個是這個Classic 然後一個是Piccatu 對 他們衣服也都是用非常簡潔 簡單的部分去做搭配